作詞・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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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 點點 银河拉起一个人 日日月月 天地守着最初的月 阳光阴潮慢慢来的路 逐渐有一个心愿 总在盘旋在这一刻 不怕星光变朦胧 等待奇迹一定会出现 飞翔飞翔 随风的方向 一路上 追逐落日照样 那轻声音响 让真情流淌 改变了什么 随你去想 有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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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凯无人 似乎 海上 我 我在什么地方 你终于醒了 是你 难道我吃了无忧果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发现你的时候 你正飘在湖面上 怎么可能 我掉进湖里居然没有被淹死 这大概是你身上的宝石起的作用 宝石 还好没有丢失 你一直在跟着我吗 可能我们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 也许我们两个有缘 所以总也避不开是吧 你们人类总喜欢猜疑 可我并没有妨碍你做什么事对吗 我睡了多少天了 大约三个小时 只有三个小时 你是不是给我吃了无忧果 没有 我从不勉强别人 那我怎么没有任何饥饿的感觉 你的饥饿已经超越了极限 前面等待着你的就是死亡 死亡 你还想走吗 再走下去的话恐怕就是 孩子 你还能行吗 难道我真的不行了 我该怎么办 可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得走下去 哪怕是怕也行 你看 世界多么宽阔啊 人生有那么多道路可以选择 你为什么要往死胡同里钻呢 好孩子别傻了 谁会为了一片树叶而放弃整片森林呢 况且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这么做值得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回头是岸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往前走 这有意义吗 也许吧 谁说没有退路呢 如果你肯回心转意 我可以帮你找到最安全的出口 很快你就能恢复健康了 放心吧 孩子 你手中的三颗宝石对付雅尼人足够了 那你为什么不帮助我走到我要去的地方呢 前进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 谢谢你 看到你真高兴 知道为什么吗 我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了 这个鬼地方可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已经快死了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美餐了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 我已经很久没有饱饱的吃过一顿饭了 没想到你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出现 真是好感动 你还要怕多久才会死去 还是早点安息吧 你从何方炊了那时为了你故乡 我管你运动过度 吃起来就会口感很差 而且不利于消化 我没有吓着你 千万别害怕 我以老鹰的尊严向你保证 只要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才开始用餐 你听明白了吗 给点反应 这次你该死定了吧 太好了 今天小孩 就是我来的地 就是我来的地 你专 就是你来的地 丽… 我的宴会开始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还活着吗 别激动 你没死 那只大老鹰呢 在你刚才喝的汤里 他 他想吃你 可我却吃了他 对 不是你吃他就是他吃你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必须到那个地方 请问这已经到了山的尽头了吗 对 可你要去的是东方 而现在却在山的北边 是真的 朝东朝北都是路 可我必须一直向东走 多么苛刻的要求 那我该怎么办 你总是问我该怎么办 又何苦 回去吧 孩子 你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生命应该是快乐而不是痛苦 谢谢你 你一直在救我 孩子 你不会再想往东走了吧 可我必须往东走 但这次我不和你同行了 你也不会永远那么幸运了 我知道 难道我还是不行吗 看来你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再这么任性 就站在死神的门槛里了 现在死亡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 在鬼窟林的时候 有一个鬼魂曾经告诉我 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 你接受了它 也就超越了它 好 好 你连鬼魂的话都信 那我还说什么 那我就再帮你一次 好了 你已经有一双有力的腿了 孩子 我就只能帮你到这了 快跑吧 或许你在黄昏的时候就能跑到你要去的地方了 跑吧 孩子 快跑 快跑 进去看看 这面是什么 不知道 一只怪鸟 不管它冲过去 好灭族 好美的地方 爷爷好像说过 神八的住所是种满黄色的团绒花的 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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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善之王 我来找你了 难道我又走错了方向 快跑 快跑 孩子 别再犹豫了 你是神八吗 你在哪儿 也许在地下 也许在天上 也许就在你的身边 听声音 像是那位猴子大爷 好了 别猜了 我一直在等你 我 对 就是你 一个让我钦佩的孩子 你一路上历尽了磨难 却毫无退缩 实在是难能可贵 是吗 所以我决定送给你一件礼物 礼物 我们玩个悬念 你闭上眼睛 再把手伸出来 听话 不许偷看 对 就这样 这就是你要得到的万山之灵 川心石 我完全相信 你是最有资格拥有它的人 因为只有在百折不挠的勇士手中 川心石才会发挥出最强大的威力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万山之王 你就是神八 好孩子 带上这颗宝石去迎接新的挑战 快去吧 孩子 前面的路也许更崎岖更坎坷 可我相信你能行 谢谢你 神八 虽然我看不见你 但是感觉中我们相隔并不遥远 谢谢你的礼物 还有那些鼓励 我会永远惦记你的 保重啊 孩子 再见了 神八 谢谢你 万山之王 多么可爱的孩子 祝你好运 你们怎么不说话 你们不过是一对沸通烂铁 有什么了不起的 前面就是鬼哭灵 什么鬼哭灵 不要乱来 喂 欢迎光临 别进去 千万不要鲁莽 进去就完了 超越 等一等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或许你根本就是看不到东西 我们的事情你少啰嗦 好吧 我不管 说真的 说真的 你们在找死 没有问题 上去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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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朋友 那是阎木子的差事 不能不办 他救过我的命 我们一起来到地球 可我 我的长相怎么能和神类同流合污 我来到这儿跟你一见熟故 丑气相投 从此我们狼狈为奸 生活的有滋有味 可现在阎木子有了困难 不想拿我的命来抵他的救命之恩 可没想到 却让你抢先遗仇挖年了 实在抱歉啊 朋友 我当初真是看走了眼 竟然会相信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 这事怎么回事 红霞他们也被抓来了 反正我也逃不过今天了 不如先杀了他为民除害 想干什么 杰毗你 杰毗你想杀我 要是真死在你的手里我都解脱了 一了百了生的活在世上被人误解 可是杀了我又能怎么样 白鸽岛就能摆脱眼前的命运了吗 小伙子 你得学会忍耐才行 都是你 我当初就告诉你们的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 好了 现在全完了 可是又没人强迫你跟着我们 得了吧 我要是不参加行动早被你们骂成猪头了 别说了 可是 还说救杰毗 现在可好 谁来救我们 你就别烦了好不好 我烦了 要不是当初你出的主意 我们怎么会到这一步 要是杰毗在的话 他的主意肯定要比你多 你确实够讨厌 死到临头还像唐僧一样 我不想死 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你有完没完 再这么抱怨下去 我就真的生气了 没劲 铁驼 不要泄气 事情的结果还不一定 夫人 你的身体要紧 幸传他吉人会有天象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 幸传 可无论怎样 幸传都该回来的 也许有其他事耽搁了 不可能 还有什么地方比磨牙飞剑更重要的 奶奶 让我再去一次百花岛吧 不行 幸传已经下落不明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可是我们现在跟死有什么两样 什么地方呢 奶奶 当初我们都劝过你 可你偏偏要来白鸽岛抢石像 而你当初的那股劲 现在都到哪去了 这是你吗 奶奶 是啊 小姐说的对 夫人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反抗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灾难 夫人 与其这样能死 我们为什么不想想其他办法呢 我让行川去找风铃儿 就有这个打算 可现在行川没了下落 这些天除了担忧之外 我也反思了许多 我不想在这里 我想出去 奶奶 孩子 我身边只有你了 希望你能吸取奶奶的教训 不要重蹈覆辙 好孩子 一天均时我们出去走走吧 奶奶 我也去 好吧 可你要小心 你 就在奶奶身边 不许离开 嗯 被爱融化 包容全世界 当泪落下 战斗让星光无暇 用你在我的怀里 让你在我的心中 我们和世界 碰蝶 被爱融化 让你在我的心中 我们和世界碰蝶 被爱融化 神秘在我的心中 让我们永远和时光封面